南无阿弥陀佛 这就是大声 南无阿弥陀佛 这小声 这是金刚念 你听不到 只有我自己听到 从这里你听到这里 心里念 没有出声叫默念 这四种可以交替循环使用 要瞌睡了 你就念声音大一点 振奋精神 念累了 就声音小一点 痒痒气 再累了 就默念 都可以的 还有散心念与专心念 专心念 比如我们定课 早晚就坐那里 很专心一致的来念佛 自己念自己听 散念 比如说我们拖地 切菜 走路 你不可能那么专心的 那么我们就随口念 叫散心念 还有定课念 祭速念 祭时念 定课有的人就祭速 一天念一半身 有的人定时 念三个小时 或者早上或者晚上 这个都是很好的方法 初级学念佛的一定要有定课 这样形成规律 像小孩子上课做作业 他也有一个定课作业 那么小孩子都不给他作业 他缺乏自学的能力 他就玩了 那么等到他成为大学博士了 不要做作业 他自己都会找出看 所以我们初学念佛都还是基础的 在这方面我也是学生 底下肯定有很多老菩萨念佛 肯定比我念得好得多 那我向你们学习 这里我只是 鹦鹉学舌 那印光大师呢 提倡心口 就是说心中念得清楚 口中念得清楚 耳朵听得清楚 这样念佛叫舍耳地听法 这个非常好 像早晨你们在这里念佛 那我坐在疗房里 我也是一句一句的念 这个非常好 自己念自己听 南无阿弥陀佛 另外呢 有个观念 就是念佛啊 当然刚才讲的是方法 这个方法也很管用 但方法是个技巧性的问题 那么主要是一个心态 心态就是信受弥陀救度 不论如果仅仅是方法 这样我们念佛就没有味道 没有法洗 当然你念得很宁定的时候 也有心性当中 涌现出来的一种喜悦 这个是方法上所产生的 那么在心态上呢 就要知道念佛 是仰靠阿弥陀佛的救度 像小孩子喊爸爸喊妈妈 你看那个喊声 怎么样 那真甜啊 哎呦 小孩子几岁一看 妈妈来了 就来了 他会把这个喊妈妈当作修行吗 如果妈妈一来 他银一臂 腿一盘 妈妈 那你听起来以后觉得怎么样 真的很怪怪的 哎呀我的儿子怎么搞的 跟我两个没感情啊 怎么这样就喊我呢 然后他有标准化发音 妈妈 他这样就是我们念佛 不能仅仅当作一个声音 当作一个修行 就是我们很亲密的人 是心灵的交通 心灵的这个沟通相会 如母一子 如子一母 这样我们念 那妈妈阿弥陀佛啊 你感觉到 佛救度我 这个才这样归命阿弥陀佛 我们深深的念 当然我们已经跟阿弥陀佛 建立了这种 信孙归命的关系 然后我们再用技巧性的处理 是可以的 并不是说不行 这样也更加的清楚 这样我们念佛 念妈妈 也可以念清晰一点 但是前提要懂得 这是母子的依赖关系 如果你不了解这一点 你把这种尊贵的 救度的名号 念成了那种呢 这个修行的名号 念了修行的名号 是很难过的 很紧张 很冷魔 很疏远 很隔离 很没有安全感 没有依赖感 没有温暖 冰凉 那如果你是闺蜜的 你很发喜 很安全 很依赖 很温暖 很有爱心 阿弥陀了就投上去了 当然这个是我们要了解 迷途对我们的救度 两种深信 所以这个呢 也是我们念佛要提到的 心态 4败预 5费能 3费能 呀 有4费能 4费能 4费能 5费能 7费能